黑龙江的墨河位于中国的最北部,号称中国的北极 阿尔木镇是隶属于墨河市的小镇之一 冬天徘徊在零下40度左右的极地气温 让众多游客望而生畏 可就是这样一个小镇有十分之一的人口 从事着网红主播、微商等职业 把大兴安宁地区的特产、画树荣、布丝草、山蘑菇、山木耳、南美等销售到全国各地 甚至有人做到了一年带货销售额百万 曾经仅有中国邮政覆盖的阿木耳 如今汇集着顺丰、中通、深通、原通、运达等9家快递公司 每天的发货邮件来往不息 阿尔木镇的常住人口约有5000多人 其中一半以上是阿木耳林业局的职工 然而从2014年4月1日起 商业信采发全面停 小镇面临着转型问题 2016年开烧烤店的大臣子 开始现场拍摄直播 内容是合理捕鱼、上山采蘑菇等内容 为了能够吸引粉丝 曾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下河的经历 慢慢开始有粉丝通过私信功能给大臣子留言 希望购买画树荣、山蘑菇、木耳等大兴安宁的特产 大臣子对腾讯科技表示 一天能赚200多元 一个月的话大概是5000、6000元 已经比开烧烤店赚的多了 早前登上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的舞台后 如今达百万级销售额 据介绍阿木耳600多位网红 微商每年的销售额达1500万元左右 相当于停发之前阿木耳林业局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显年记者报道